雷达财经出品 近两日 新东方创始人余敏洪的一番讲话 引发外界热议 根据媒体报道 近日余敏洪出现在物美创始人张文忠的直播间 对谈中表示自己目前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以后准备远离生意场 当张文忠提及向余敏洪学习直播带获经验时 余敏洪称东方甄选现在做的乱七八糟 没有任何向你提建议的本领 余敏洪的讲话 似乎意犹所指 就在前两天 董宇辉走后 东方甄选直播间话风变了的话题冲上了热搜 有网友发现在东方甄选美丽生活直播间中 主播喊着321上面接 一定程度上并弃了之前备受追捧的知识型直播带获风格 二级市场上 6月3日东方甄选大跌9.92% 次一日再跌4.24% 两个交易日市值蒸发约26亿港元 今年以来公司股价累计跌幅约43% 市值蒸发超120亿港元 分析人士指出 从股价粉丝量和销售额各方面情况来看 东方甄选经历了去年的小作文事件后 目前仍处在去辉划的阵痛期 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和努力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余敏洪多次谈到退休 久未露面的余敏洪 近期再次谈及退休一事 据悉 在和物美创始人张文忠的对谈中 余敏洪表示 自己是1962年的 目前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以后准备远离生意场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去游山玩水 不想没命的奋斗 也不想纠缠到纷争中 此外 谈及网络上对自己的负面言论 余敏洪坦言自己选择相对隐忍 过去一年 在网络被谩骂 指责 甚至侮辱的次数 比一百倍子加起来还多 尽管如此 他依然保持着平和的心态 没有让这些负面声音 影响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只能用天高云淡 山高水阔 云卷云输的心态来对待 以不在乎外界评价 只要不亏负自己 不亏负内心就行 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情 大佬的这份平和心态 常人难以企及 而作为曾经的教培教父 余敏洪在商业领域的成功 也让他成为最受关注的企业家之一 29岁从北大辞职 两年后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 此后二十多年间 余敏洪将新东方 打造成中国教培行业的领头羊 并将触角延伸至K12教育 学前教育 图书出版等领域 建立起庞大的教培帝国 然而赢了竞争对手 输给了时代 教培新政之下 新东方科医教学科培训全面关停 2021年1月 余敏洪曾在自己的文中提到 在过去的半年中 新东方市值跌去90% 营业收入减少80% 退学费 员工辞退 温加一 教学点退租等现金支出 即200亿 面对危机 转型迫在眉睫 直播带货 是于敏洪认定的转型道路之一 他在其个人账号老于闲话表示 直播带货是第三次商业革命 对此 新东方一方面保留了教育业务 包括大学 出国留学 素质教育等业务 另一方面 新东方在线全线转型直播业务 成立东方甄选直播 后来 东方甄选也凭借董宇辉出圈 一跃成为抖音带获顶流 入局直播电商 帮助新东方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尽管如此 于敏洪却似乎越来越不留恋于商业世界 在多个场合谈到即退休一事 2022年4月份 于敏洪在春天的期待译文中表示 我已经全力以赴 做了30年新东方 也许 现在是我可以稍微站得远一点 来重新审视新东方 和我自己的时候了 这篇文章被解读为 于敏洪萌生退役 而被广泛传播 并引发了热议 同年9月份的一次直播中 于敏洪再一次表达了退休计划 他认为自己10年内 一定会从新东方退休 但又强调 退休并不是指完全不上班 而是不再陷入到新东方的具体事务中去 2023年3月份 在黑龙江召开的亚伯利中国企业家论坛上 于敏洪在谈退休问题 去年做了东方甄选以后 很多人都问我说 为什么不退休 为什么还要这个勇气 重新投入去做 于敏洪表示 这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 他强调 因为我们这些人 企业家就是生而未营来的 这个赢不仅是因为我们要为自己的企业赢 我们要为整个的民族和整个国家去赢 我们的投入在某种意义上 表面上是为了企业生存 但是实际上背后其实是联合起来 是为了整个国家的繁荣 彼时 于敏洪还建议 企业家们以后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一点 这样活得更长一点 能够鼓舞年轻人更多一点 为年轻人提供资源也更多一点 东方甄选被指做的乱七八糟 无论于敏洪是否真有意隐退 但东方甄选眼下的现状 或还不是他远离的适合时机 6月4日 于敏洪称 东方甄选做的乱七八糟的话题 冲上了社交媒体热搜 引来外界的讨论 事情起因是 在最近的这场直播中 张文忠希望向于敏洪 学习直播带货经验 于敏洪称 东方甄选现在做的乱七八糟 没有任何提建议的本领 同时 于敏洪不建议张文忠变成主播 但可以邀请朋友们 来直播间聊天 介绍商品 二级市场来看 东方甄选港股 连续两日历史大跌 最新股价为15.82港元每股 总市值为163亿港元 拉长时间来看 年初至今 东方甄选累计跌幅约43% 市值蒸发123亿港元 除了股价遇错 据南京新闻 第三方数据平台显示 自2024年1月9日 与辉同行正式开播以来 东方甄选主号粉丝量 与销售额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累计调粉112万 在抖音平台上 截止到6月3日 东方甄选的账号粉丝为3038.1万 与辉同行账号的粉丝为1919.8万 销售额方面 据飞刮数据显示 6月2日 东方甄选观看人次为544.1万 直播销售额在750万元至1000万元 相比之下 与辉同行观看人次为569.7万 直播销售额在2500万元至5000万元 更重要的是 东方甄选被曝直播画风突变 放弃了此前备受网友追捧的双语直播 知识直播特色 回顾2022年6月 自称人间在逃兵马俑的董与辉 凭借双语带货的特殊性 以及深厚的知识储备 与脱口秀一般的节目效果 让东方甄选 在直播带货赛道横空杀出 短短半个月 股价暴涨5倍之多 但在近期 东方甄选618直播带货的风格 引起了广泛争议 相关视频显示 在东方甄选美丽生活直播间中 主播耐力吆喝自己的产品 您都来了 买一单再走吧 321上链接 没有了往日的知性风格 有网友认为 太着急了 太难看了 这才是直播间的真面目 并且大部分人 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风格 并开始怀念董宇辉 还在的日子 而这种风格 也与于敏洪心中的卖货形势 相去甚远 在2023亚布利 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 于敏洪 谈到直播间风格的 相关话题时曾透露 自己看不起网络直播中 那些买买买的嚎叫噪音 他心中的直播 应该是心平气和的 对产品进行讲解 并且传播知识 第一场东方甄选的直播 是他亲自做的 自那以后 由于东方甄选旗下的主播 大多是从新东方原教师团队 转型过来 后续也延续了这种 注重知识性和文化氛围的 带货方式 对此 有调侃称 东方甄选直播间 活成了于敏洪讨厌的样子 东方甄选复制 董宇辉不易 在外界看来 从教培转型直播带货 东方甄选的出圈 董宇辉功不可没 新东方成功转型 董宇辉也成为主播界 新的标志性人物 双方实现了相互成就的佳话 然而 突如其来的小作文风波 打破了这样的局面 去年12月16日 东方甄选发布人事任免通知 于敏洪接任东方甄选 CEO 免去孙东旭CEO职务 紧接着 东方甄选通过为董宇辉 创办个人带货账号 与辉同行的方式 逐步实现去辉化 而重新开号的董宇航 也再次证明了 自己直播电商界顶流IP的价值 目前 虽然东方甄选的粉丝数比 与辉同行的多 但购买力却不及后者 据媒体统计 与辉同行直播间 在今年2024年前三个月的销售额 分别为8.89亿元 4.50亿元 6.26亿元 反观东方甄选直播间 同期销售额分别为 5.57亿元 2.28亿元 2.86亿元 今年4月 与辉同行 凭借5.8亿元 位居斗阴贷或月榜榜首 东方甄选 以1.9亿元 排在第九位 于聂红曾在直播中透露 与辉同行账号产生的收入 进入东方甄选 但如果董宇辉离开东方甄选 账号归属权 将归董宇辉 换句话说 东方甄选在完成了 去董宇辉化的同时 还避免了公司整体业绩受到影响 但是 这也不意味着 东方甄选 丝毫不受影响 头部主播的带货能力出类拔萃 就在外界期待于敏红 复制更多的董宇辉时 半年时间过去了 东方甄选 似乎没能诞生下一个董宇辉 据媒体报道 有网友甚至猜测 董宇辉离开东方甄选后 知识型直播带货的风格无法复制 所以 东方甄选的直播就开始放飞自我 回归本体了 也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东方甄选 想要复制董宇辉的成功并不容易 因为这需要结合个人才华 流量积累 品牌影响力 市场变化 团队策略 以及个人经历等多方面因素 而东方甄选 从以前以知识型带货为主 转变为更加直接和激进的销售模式 这种风格是否起到效果 维达财经将继续关注 维达货的风格是否起到效果 维达货的风格是否起到效果